哈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说书人Hopwin 他是Tobi Tobi啊,不知道为何感觉今年的日子过得特别的快 下去秋来,进入丽秋的节气 天气也渐渐转凉了 找出晚归的朋友,记得多戴一件不外套 避免着凉咯 今天要来跟大家说一则麻风斗士恐嚎兵的故事 Tobi,来听故事吧 以赛亚书记载着基督的拉丁语句 虽然如此,从他人的苦闷,被侮辱的肉体里 流出了上帝刺人类的真生命 2003年,我在广东宏卫医院认识的一位 气势群的麻风康负责 他叫控好兵 机关罹患麻风病已有一甲子 但他是第一位代表中国数十万麻风病人 参与国际麻风组织 并推动催生中国第一个麻风康负者 权益组织的麻风斗士 悲欢岁月走来坎坷特别 他的人生 映照着中国麻风病近代的历史 也代表着麻风病人权益斗争的一夜缩影 第一次见到孔豪兵时 不忍必是他的脸 他的脸被麻风杆菌摧毁 已经扭曲变形 加上颜面受损的关系 笑起来有违诡异害人 但是他勇敢开朗 跟他聊起来如沐春风 欲罢不能 一连三天 我被他背为却又不像命运低头的人生 深深吸引 难怪人家形容 他是一个斯文优吉特的老人 听他的故事 得从他那个黑暗的童年说起 孔豪兵 出生于广东南海市松岗镇的一个 叫石阶村的小村庄 家中有四个兄弟姐妹 他是家中的长子 五六岁时首部部位突然出现莫名的斑枕 母亲无知 以为生险生蛇 疾病乱头衣 天天求神拜佛 观音也去找 菩萨也去求 甚至找了一堆黄绿草衣 搞了一堆土药偏方 抹粉煎药 强迫他服食 吃了一肚子现代妙方 孔豪兵的病况不见好转 反而更加严重 不仅面容人见人怕 连肢体也出现了 鸡残 由于这父母一样 他的童年没了 朋友没了 不能也不敢上学 妈妈把他藏在家中阴暗的角落 连弟妹也可以保持冷距离 十一岁时 孔豪兵的寡母和三个弟妹 决定移民广州 他一个人被留在老家 自惨行贿的他 会躲避形形色色的骑士 平树只敢躲在家中 唯有透过家里的窗户 才能奢望屋外温暖的阳光 我亲每一星期返嫁一次 为他煮上一顿丰盛的饭菜 看他兴高采烈吃着饭 他则在一旁默默适泪 一个人孤孤单单过了五年 十六岁那一年 有一天 母亲从广州回来 他特别买了一套新衣服和新交鞋 打算送他到一家洋医院就诊 据说那一家医院是美国一家教会办的医院 专门收容像孔豪兵这种病人 1947年11月20日 孔豪兵穿上新衣新鞋 心情坦德的跟着母亲的步履 走上新的人生 孔豪兵的新家 也就是那所谓特别的医院 叫天门医院 院长是美籍的虚神父 他被安排在第九号房 同住有两名儿童和几名青少年 那是他第一次拥有同年龄的朋友 加上同是天涯沦落人 大家很快建立患难友谊 几天同居生活下来 他的不安全完全消失了 脸上也浮现出笑容 融入医院的生活 孔豪兵入院时 天门医院经历二次大战 才被日军洗劫一空 医院诺大的建筑空荡荡 有些泼落荒凉 当时全院才26人 其中17人在日军占领时期 曾被赶到山中 或者非人的生活 医院的老人 常对他们这群小孩子 提起当年悲惨的往事 1945年5月初的某一天 神父发现日军出动 上皮艇渡海来袭 匆忙越过郡岭 由台山县侧走 神父前脚一走 日军已迅速占领神父楼 随即又到病房 下令驱散病人 当时六七号楼 还有两位重残病人 不能动残 日军根本不管其他 下令放火烧屋 眼看着两名病人活活 葬身火枯 其余病人 无不如金弓之鸟 猖皇逃出 逃到一座名叫 小感堂的大山 作为暂时七身之地 当时共有一百多人 大家露宿荒山 无依无靠 有些身体状况 较好的病人 为了智谋深入 打算前回家乡 不料纷纷在途中被发现 惨遭打死 曝尸荒野 另外逃不走的残疾病人 则好食手的扫岗塘 眼见鱼粮即将耗尽 持宫赖海 只好到临春的乡公所借粮 许诺借一还饿 勉强借到一些米粮 解决燃眉之急 但日子一久 赖海什么也借不到了 病人终将告吹 仅靠野果草根 昆虫赖以苟活 受不了现实的折磨 不少病人活活饿死 有些干脆上吊自杀 从1945年5月初 到8月中日本投降为止 不到4个月 山上100多名病人 最后剩下男生12人 女生5人 一共17人 日军投降的第二天 赖海请托民工赶上山 用本机竹篓 一一接回这17名幸存者 可怜的他们 各个骨瘦如彩 奄奄一息 可说是在鬼门关口 削了一遭 日军走后 神父也回来了 惨遭浩劫的医院 又重新 症状待发 1948年 医院的经济 重新恢复正常 各地的患者 又纷纷入院求医 病人亦多 医院规定 每星期杀猪一次 病人随时有鲜鱼可吃 当生活秩序 步入正轨后 神父开始 医病人的能力 分派工作 工作有护理组 园林花卉组 畜牧组 文体活动小组等 恐豪兵被安排去养鸡 每个月的工资 是20元港币 当时解放前 港币和人民币是通用的 当时 于事无争的天门医院 算得上是 麻风病人的世外桃源 恐豪兵安心在医院住下来 并跟大家到天主堂 去学习宗教的道理 在耳濡目染下 自然也成为 虔诚的天主教徒 1949年 新中国成立 1950年 天门医院被接收 改名为IC医院 解放后 广东省卫生厅派了不少 医务行政官员 前来医院进行交管 同时组织一系列 政治文化学习的课程 要病人学习 由于神父是美国人 必须离境 神父走了 新时代来了 站在时代的浪头 面对命运的转折 孔豪兵告诉自己 除了勤奋劳动外 一定要破除文盲 才有自立自强的前途 于是下定决心 踏上自学之路 从小爱念书的孔豪兵 因为马峰病的关系 完全被排挤在学校之外 他以为这辈子 可能文盲到底了 没想到在医院 竟然有机会 重拾读书的机会 对书是有兴趣的他 先从学朱涮着手 刚开始没钱买涮盘 他到山上砍树木 自己动手做了一个 再跟别人借来 简易朱涮 边学边问 后来医院主持扫盲运动 他加入二年级学习班 因为医院搞起自己运动 学习班被迫停办 他打听到 有几十名住院疗养的 正宫干部 他们的文化学习班 没有停办 便自动去旁听 半年后 干部班小学毕业了 他也跟着毕业 他们要继续念初中课程 孔豪兵省吃俭用 去买了初中的课本 当时他被分派在 供销处做销售员 月薪四元 得从早上六点半 做到晚上七点才下班 往往听不到半小时的课 就下课了 尽管如此 孔豪兵 还是没有凑过任何半堂课 为了这得之不易的学习机会 他比别人更用功 更努力 苦读半年多 初中学习班又停办了 为的是一项反右斗争 正在全国如火如荼的展开 他最敬爱的钟老师 被打成右派分子 他没有加入斗争的行列 只能无助的站在台下 看着钟老师被狠狠的批斗 还被赶出医院 失去钟老师 孔豪兵从此失去正规求学的机会 1958年 孔豪兵从报章看到 韩寿会计学习班的资讯 所以向医院提出参加韩寿班的想法 并要求支出每学期12元的学费 由于他在医院市出了名的爱读书 院长当下应许 考试过后 他被录取加入商业部机科 虽然是寒寿 孔豪兵丝毫不马虎 所有作业都详细作答 在即回学校批改 每次都得到满分 被列为假等生 直到毕业 一直到现在 那张商业会计结业证书 还是被他当成宝寺一样的妥偿 因为那代表孔豪兵 坎坷自学的成就 并弥补了他一生没有正式上过学的遗憾 1960年11月15日在医院的强报上 贴出一批麻风康复者的名单 孔豪兵的名字赫然在列 我康复了 这不是梦吧 为了这一刻 他引领盼望了13年 拿到出院证时 孔豪兵相信 有了这张护身符 他可以跟一般正常人一样 回归社会 好好干一番事业 他好想跟母亲分享这美好的一刻 可是母亲自从送他入院后 已断了音讯 为了找妈妈 孔豪兵向医院请假 到广州找母亲的妹妹 才知道母亲已搬到香港 虽然断了13年音讯 接到阿姨的电报 母亲还是从香港赶到广州 本来母子相逢是人生多大的喜悦 但她们却只能互数心酸 大哭一场 孔豪兵向母亲提出回家的请求 但母亲哭着以弟妹的未来 和社会的现实婉拒了她 孔豪兵沉默不语了 她知道母亲说的是事实 13年不见 她和母亲短暂相处了两天 又一个人踏着沉重的步履 回到医院 幸好她的户口尚未迁出 在医院还有一席棄生之处 而重访癌西医院 一代又是13年 住在麻风院26年 孔豪兵终于有机会 挥别癌西医院了 不是家人张开双手欢迎她 而是她要结婚了 孔豪兵的爱人 叫正买好 跟她一样 天涯沦落人 他们来自窦门县 童年住进医院 两人早就认识了 只是在神父的年代 男女严禁谈恋爱 因此仅维持点头之交 但随着时间增长 两人认识越深 相知越深 便悄悄谈起恋爱 还私定了终身 但爱与麻风院 男女分开管理 严禁结婚的条件 两人始终未婚 眼见即将步入中年 两人商议过后 认为自己已是康复者 比当有正常生活 所以鼓起勇气 把户口牵出音乐 决定返回故乡结婚 开创新生 1973年 两人带着1000元的储蓄 静香情缺的回到了老家 操作安顿后 赶紧到公证处 办理结婚登记 公证处的人 看着他们的出院证 在人眼瞧瞧两人卷曲的手指 坚持他们必须先到医院 再彻底检查一次 证明无恙后 才批准结婚 那张证明纸上面 写着无复发现象 可与群众生活 并可结婚 特质证明 婚后 孔豪兵 专心等着小队分发工作 他想凭着过去丰富的 采管经验 应该可以出人头地 没想到 左等右等 他的希望处处落空 现实的歧视 坐视山空的恐惧 加上 听了很多马峰病人 最后沦为乞丐的无奈 他被迫跟上级领导 提出请求 让无法在社会立足的他 前往东莞金菊农场定居 金菊农场是 广东省明镇厅和卫生厅合伴 专门收容无家可归的 麻风康复者 拿着申请书 孔豪兵请生产小队大队 公社各级领导 加注意见账后 立刻赶车到广州市 明镇厅厅长看过后 要他去找卫生厅 卫生厅又退回给明镇厅 第二天 孔豪兵又继续奋斗 先找南海县明镇局局长 看到局长面读难舍 孔豪兵让步了 真的无处安排 就安排我再进麻风院吧 再去找卫生局长 这回卫生局长 倒是干脆帮了个忙 疲 防治站不远 你去办入院手续吧 想来命运弄人的事 孔豪兵 一心盼望走出麻风院 拥抱心声 不过才短短的五个月 就被社会的现实 重新逼回麻风院 乍现的理想之光 就这样一闪而逝 1973年5月9号 孔豪兵夫妻搬进红卫医院 一直到现在 红卫就是他的家 红卫医院 据说从前是一个 土匪盘踞的荒凉土地窝 孔豪兵入住时 已有相当规模的开发 新宿舍到处邻里 当时病人规模有280多人 由于手脚健全的人超过半数 因此劳动力强 生产力高 像医院附设的农场 面积高达600多公亩 农林渔牧皆兴旺 每年产出的凉油糖 除了自己外还有银鱼 而果菜几乎全部外销 港澳地区赚钱 红卫医院的生活属于供给制 也就是把全年收入 和国家支给的少数 老残旧基金 划入生产收入 扣除病人膳食开销外 上有余额到年终结算时 在劳动分配取仇 孔豪兵手脚接残 被列入休养人员行列 不过他生残脑不残 向院长释出会计结业证书后 争取到农场管理善食的财快员的工作 他从此就在饭堂工作 一错就是二十年 九五年 接着转任专场管理 直到两千年 专场歇业 他才正式退休 七十年代 孔豪兵 刚入院时 男女界线 还是尽未分明 即使他已合法结婚 但他和妻子必须分居 只能逢年过节 农彩 宰猪 分鱼 两人才得以同主共食 即便如此 却还是招来 肥的流言 被医院警告 他深思 再次入院 并非自病 更何况 他是合法婚姻 难道 婚姻法 不能保障 麻风 康复者的婚姻吗 念头一声 他 洞笔写了 仪式三份的 请愿书 分别寄给 相关单位 陈情 我是说书人 Hopwin 孔豪兵 会爱请愿 是否能顺利呢 他 又有哪些 精彩的故事 在此先卖个关子 下周 再细细说给您听 记得 每周六 晚上八点 来听我说故事哦 啊 啊 中文字幕——YK